一生以理のことを大致します 台湾の皆様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其实我们是 我们是疫情前 我们有在一起过 但那时候我原文人想要保护他 所以一直都跟美妮说 我就是一个约会的对象 那时候我从日本读书回来 然后我在早上有问我说 应该在日本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时候我有跟那个说 有啊我有和一个日本人约会 但一直都没有承认是男朋友 就是希望可以保护他 其实那时候就是以结婚为情形交往 所以很多结婚前要准备的事情 都是说要商量的东西 几年前几年前我们两个人就都讨论了很多 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分开了两年 两年多两年拜吧 其实一直中间有找方法可以再见面 但是就国境封锁到现在 我们是九月的时候 九月的时候有一起去新加坡玩一个礼拜 他其实好像是来新加坡之前就想要去买戒指 但又很担心他选的我不喜欢怎么办 所以就没有准备 那在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有跟他聊到说 我今天就是出最后一本写诊 里面有两张照片 就尺度比较大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完之后 他就说他可以理解我的想法 也愿意支持我 才问我要不要跟他结婚 今天是有纪念意义吗 没有只是看日子 你有要办婚宴吗 应该台湾不会办 就是在日本办 应该是明年五六月才会办 在五六月就只是想要帮那个亲友避开那个暑假的人潮 你们中间就是2018到现在中间有分开过的 我觉得是有了 疫情大概两年多没有见 但是是他很努力 因为他持续每一天都会跟我说早安跟晚安 每天吗 每天 每天 是他 是他很努力 老公哪一点最新的呢 我觉得他平常的温柔 然后 喜欢自己的工作 也不会因为未来的规划是如何 就放弃上进或是学习 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因为我在疫情这两年有开始做一些事业嘛 那他也都知道 他一发现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开始有一个差距 那就开始更认真的去比如说学习投资啊 或者说其实假日已经很少了 但他还是会去做医生的打工 因为像周末很多医生不想上班 那他就会去争取 我这里的主任宗方 也有什么事 一生非理的事 我会去争取出 台湾的各位 对方的那些 请多感谢 好的 我现在的总比 有一个人 你会去争取 一些事情 在打工 我会去争取 你会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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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争取